在N年之前,我曾经是大的大学老师 但是在这过去三年多传语校友会的活动当中 他教会了我很多怎么去善待周边的朋友和校友 那个我可以这么说,如果没有他的权利付出和支持 我们很多校友会的活动都没办法成功的进行 另外一个我还要感谢的是我们的秘书长丁梅 丁梅是在我们校友会搞的所有活动当中 总是巨无巨巨的投入 我可以这么说,如果不是他的乐观和扎着 很多活动我们都几乎差不多都不能进行 所以在这里我特别还要感谢丁梅 丁梅现在大概在后面做默默无闻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他的特点